怎样脏发这个疗生 给你们介绍的这个疗生是一个脏发最大化的一个教程 是所有市面上来说它的脏发率是最好的 怎么计算到是多少头的呢 就是说一斤为50只的那么就50头 那么一斤为60只的那么就60头 这个是2200块钱左右的一个货 我们这个是经过挑选出来的一个疗生 我们现在大概是9克一个 那我们这个疗生怎么发呢 我们这个方法是蒸发 当然你在家里没有蒸的的话你可以水发 但是蒸发的效果要比水发可能就好一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等会我下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疗生的话买回来干的 来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 就冲一下水 封上保鲜膜 干蒸20分钟拿出来过冰 然后再过冰一定要过冰 不过冰的话它是发不起来的 因为我们这个疗生的话 它的水的温度达在零度左右的这个温度 它疗生它的脏发效果是蓄好的时候 记住啊 这个嘴温调到零度左右的这个状态 疗生脏发率是蓄好的 这个疗生教程呢 它可能脏发时间比较慢 就是说正常水发的可能三四天就能用了 但是我们那个水发那个疗生要到五天 五天左右才能用 当然它这个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是它到五天以后六天 它脏发率是蓄好了 你这个水发流程效果还要好 冰一定要够 直接爆冰 爆冰放到冰箱里面 那我们放到冰箱里面保鲜 那我们早晚啊 早上再拿出来蒸20分钟 晚上再拿出来蒸20分钟 反复的一个过冰 那么连续第三天 连续第三天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去肠了 把它肠去掉 去掉以后 我们清洗干净 来清洗干净 第三天一个清洗干净 我们继续爆冰 那我们这个是发了一个第四天的一个疗生 我们已经去肠了 昨天已经去肠了 第四天的这个效果 我们浸一下这个煎凉 那么第四天它已经达到了88克了 那我们再放一天的话 它会变成更大 那这个是我们发出来一个成品的一个疗生 成品的一个疗生 这个是六天六到七天的一个疗生 六到七天的一个疗生 我们这个是发出来的 那么肠都去过了 那么我们称一下它的分量 它这个是大概在120克左右 120克左右 如果那个有的质量大的话 可以达到150克 这个疗生 怎么样存放呢 那我们这个疗生从干货 到这个第三天的清洗和涨发 到一个成品 那我们每天每个过程不能扫冰 放水 放到冰箱里面 这个疗生呢 一般存放在十天左右 两个礼拜这样 是最理想的 假如超过这个时间 它疗生 你时间不用的话 它会慢慢的会缩下 会缩掉 所以说我们在它一个 萎缩的范围内 把它使用掉 那是最好的 下次我们来说 这个 怎样试做疗生 怎样试做疗生 关注我点赞 给大家介绍更多 有用的吃食 感谢观看